要喊一下他有氣勢 反對 反對 反對五十四票 我們黨團票票入貴 欸 欸我們多一票 欸我們多一票 有明 民進黨來幫忙 民進黨誰幫忙 趕快來看一下 吳秉睿投給我們 吳秉睿投給我們啊 謝謝吳秉睿 他去支持國民黨的年輕改革 但是他的立場又跟民進黨一致 感覺上是投錯 可是你想又覺得不可能啊 因為如果是菜鳥投錯就算了 吳秉睿已經做了非常久的立委 為什麼他還會犯這種超級低級的錯誤 過了一分鐘 你都沒有發現你投錯 所以我才懷疑說他是不是包牌 他可以隨便他講 很多案在投票的時候都是一百一十二個投票 只有一個沒投票 就是韓國瑜院長沒投票 一百一十二 所以有一些案子民眾黨這次有支持我們 所以我們的票有的就碾壓他們 那一案我印象當中好像是五十比五 好像是五十比五十四 的樣子 蠻懸殊的欸 是五十比五十四嗎 好像是 然後五十四的話我們一看 欸我們怎麼會有五十四票 因為我們黨團是五十四個人 可是韓國瑜院長是不投票 不算 所以應該是五十三票 應該是五十三票 結果大家就說欸這麼多一票 再馬上去看說 到底是民進黨誰投給我們 一看是吳秉睿 哇 然後每個就說謝謝吳秉睿次票 謝謝吳秉睿 起義來歸 真的是你看 然後你知道後來那個吳秉睿啊聲明 韓國瑜院長有幫他唸 有幫他唸 對 他說吳秉睿聲明 他的立場跟民進黨一致 然後那時候因為我坦白說 這是我的第二次投票啦 我沒有搞不清楚狀況 我說那有人就說 那為什麼可以這樣子 為什麼他投了還可以不算 然後後來因為坐我旁邊 我是坐走道嘛 我走到隔壁就是民進黨 然後那個王美惠 對對對 很兇的那一位 很厲害的王美惠 他就說啊可以啦 那個票在議事錄還是算我們的 但是他就聲明一下說他的立場 可以這樣子喔 就是說可能就是 他可能就表達他投錯 那我就覺得 吳秉睿你立法委員 以前還想選市長 然後你連票都不會投 他就幾個案件而已啊 對啊 先按白色 然後可見 我剛剛就跟網友講啊 可見民進黨之前有多鬆散 連投票這種事都練習不好 還能投錯票 對啊 他連他連投都不會投 而且我跟你講喔 我也是今天才知道 你其實投錯你是可以重投的 這也是王美惠會者 喔原來民進黨都 原來難怪民進黨這麼刷身 隨便 不是啊那這樣 不是我講你講 就是說因為我們投票的時候 是一分鐘內要投票 所以你在那一分鐘之內 假設你 你本來是要反對嘛 你按成贊成 你看你都按錯對不對 你可以你可以把那個 因為不是有一張卡嗎 你可以把那個卡插起來 拔起來再插進去 再重新再投一次 只要在一分鐘之內 所以他等於是那一分鐘 他都沒有發現他投錯 而且他投錯的這個案子呢 是最受矚目的案子 坦白說我們今天是投了很多案 就上次那個什麼 如線印在投的那個嘛 對對對 就是上次如線印被發現 是我們帶頭嘛 那後來我們國民黨 其實也是蠻有風度的 我們都說好 那不然再重投一次 其實我們也可以說不要 因為坦白說 就算沒有那個帶頭事件啊 第一案實際上 國民黨還是會贏啊 但只是說因為就有出現這個瑕疵 所以好吧 那我們就重投 所以這個案子是最受矚目 今天兩邊都假動 其實就是為了這個案子啦 然後結果你這個案子 他剛剛投的時候 我們這個立場是反對嘛 結果我們反對出現五十四票 那我們就覺得很奇怪啊 因為國民黨黨團總共 因為如果扣掉正副院長的話 我們是五十二人 那因為今天副院長江啟成 副院長有來 所以他加了他就是五十三票 那怎麼多一票五十四票 因為韓院長是不投票的 對 那民眾黨也沒投票 對 所以一看就知道 大家第一時間就是 民進黨有人投我們喔 所以就趕快去看說 到底是哪一個民進黨委員 投給我們 一看後來 一看是吳秉瑞 後來大家現場就 就是哇 謝謝吳秉瑞 起義來歸 每個人都在拍手歡呼 然後這個 剛剛那個千惠你有講 就是說後來吳秉瑞也沒有去否認說 他投錯這一票 他但是呢 他後來就跟韓國瑜院長說 他要請韓院長幫他聲明說 他的立場是跟民進黨一致 他就一直說他包牌 就他去支持國民黨的年金改革 他支持公務人員的年金 要停止所得替代率繼續遞減 但是呢他的立場又跟民進黨一致 我不知道說他是 他真的是投錯還是包牌 因為感覺上是投錯 可是你想又覺得不可能啊 因為如果是菜鳥投錯就算了 吳秉瑞已經做了非常久的立委了 為什麼他還會犯這種超級低級的錯誤 而且你知道投票的時間是一分鐘 所以你假設你第一時間 你老花眼你按錯 你綠色看成紅色你按錯 你實際上在那一分鐘之內 你都可以更正的 那你為什麼過了一分鐘 你都沒有發現你投錯 所以這件事情是讓我覺得非常奇怪 老鳥不應該犯這個錯 所以我才懷疑說他是不是包牌 就是說他可以 他可以隨便他講 有人罵他說 你怎麼支持年金改革 他說沒有沒有沒有 我是投錯 我立場跟民進黨一致 但是有公務人員去罵他說 你為什麼沒有支持年金改革 我不是投票了嗎 所以他是可以包牌的 那總而言之就是這個案子 以實質上來講 他就是可以復違了 就是這個年金改革的 我們這個針對年金改革 這個案子就已經復違了 那這個案子 我跟大家稍微解釋一下 到底他是在吵什麼 因為很多人 並不知道他在吵什麼 然後民進黨也開始就是 來扭曲我們的提案 基本上 其實國民黨是一直認為說 民進黨當時對於年改太粗暴了 第一個他違反了信賴保護原則 就是說你當時跟那些公務人員說 他來當公務人員可以得到這些的保障 結果你後來片面就給他改了 這是違反信賴保護原則 第二個就是 我們覺得他改的有一點太過了 然後所以呢 我們這次修法是這樣 本來公務人員他退休 他的所得替代率是90 後來民進黨把它改成75% 然後逐年要減1 逐年要遞減 減到現在 因為已經7年了 六七年已經減到 大概百分之六十幾了 我們希望就止血了 就是說不要再減了 再到這邊就此為止 但是並沒有要恢復18% 也沒有要 也沒有說要所得替代率 要回復到百分之90都沒有 就是遞減而已 就是只有這樣而已 那民進黨一直認為說 國民黨這樣子的法案 會讓年金破產 實際上這樣子根本就沒有 跟年金破產沒有關係 你要不要讓年金破產是 民進黨你要拿出 另外一個辦法出來 比如說你要提高年金的 投資報酬率 或者是其他的辦法出來 而不是說讓這些公教人員 他們所得替代率一直扣 就可以救了年金 沒有 沒有這一回事 所以他們現在開始要 就是打烏賊戰 那我們現在接下來 可能也會對內容做討論 那內容大概就是 我剛剛講的這樣 但是今天其實只是一個程序 今天只是說案子要進入到 去委員會討論而已 那剛剛千惟你有提到就是說 那謝一鳳怎麼沒有來什麼之類的 其實他們後來都到了 只是說剛開始 大概十點十幾分 二十幾分的時候 就有一項表決 那時候他們還沒趕到 所以謝一鳳那時候是沒有投票 可是後來 後來就慢慢慢慢就到 所以我剛剛講 那個最受矚目 那個反年金是 五十四比五十 然後五十這樣就是一百零四票 加上民眾黨八票 就是一百一十二票 再加上韓國瑜 一百一十三 就是全部都 全部都到 就到齊這樣 就當一個大lio一的 一個小狼那天 Un 四 三 三 三 四 大 四 五 三 三 四 三 四 表決結果出席104位 贊成50位 反對54位 現在贊成者少數不一樣不通過 本案報告事項照原作決定通過 現由吳委員秉銳聲明 吳委員秉銳剛才表決 與民進黨黨團意見一致 列入公報紀錄 報告